對 所以小燕姐如果覺得需要的話 可是電波拉皮很貴 妳可以不用 當然啊 這我們會 妳看 她叫電波拉皮很貴 她講話就開始結發了 妳怎麼可以這樣小氣呢 妳怎麼會跟妳的老丈人這麼像呢 妳這一點妳就不像妳丈母娘 妳丈母娘真的是非常大方的一個人 她一定會說小燕姐我陪妳去這樣子 妳怎麼這樣呢 12萬 那妳覺得我適合做什麼比較便宜一點的 沒有 我覺得說其實做做保養 因為小燕姐一定要永遠維持 像這樣25歲 對 所以各種的微整形 其實可以稍微嘗試 稍微嘗試 妳覺得我一點都 我沒有嘗試的精神對不對 其實我是有點害怕 因為你知道 其實所謂整形就是說 每一個人的皮膚 都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很容易瘀青 對 所以做任何的微整形 可能都很危險吧 不會啦 其實瘀青 很多客人都會說 我去哪一個診所打針 那醫生好爛喔 一打就瘀血 其實瘀不瘀血 這個是一種機率的問題 不會說有瘀血 它的效果就比較差 可是瘀血退掉就好啦 不會停 不會怎樣 所以不要用瘀不瘀血來判斷 因為我之前大腿就是有瘀血 就是動完手術之後 用超音波碎指動完之後 然後整個大腿都是瘀青 可是也 瘀青也好 像腳印撞到這樣的感覺 退掉也沒這樣 就退掉就好了是不是 不會說痛到 你沒有辦法生活沒有到那麼痛 對 瘀血只是一種恢復期 過渡期而已 對 數前同意書 這個很重要 非常重要 你應該很多這種痛苦經驗 對 沒有 只有一次而已 就隨便 這同意書 其實裡面會寫了所有可能的 恢復期的時間 還有回復期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 當然你應該是正式的 整腥外科受過所有的訓練 那有一些 很奇怪 有些人根本他有蟹竹 蟹竹 他都去做 我覺得這個怎麼會OK呢 難道醫生這一點都不會 不先檢查嗎 對 其實醫生要告知任何的風險 要不要冒這個險 是醫生跟病人一起承擔 有的病人就是勇於冒險 你告訴他你有蟹竹腫 你還要開 很多人是這樣的 是嗎 很多人是這樣的 那你為什麼要給他弄呢 蟹竹腫是有一定的機率 不一定會百分之百 如果客人能接受的話 其實是 就是按照客人的意思 你好聽話 因為這是一個非必要的手術 是一種服務業 你是服務業 服務業加上醫療業的重合 就是現在的 他都醫療業 現在的整型市場都是類似的 因為他們不是病人 好 很多人告訴我說 女人有幾個原因去整型 還有男人也要去整型 現在的男人也 男人客人很多吧 男人都是開運 都是為了事業 男人怎麼樣才叫開運呢 你還在會算命嗎 其實很多人都會去給算命師算了 一般說30歲左右是走鼻孕嘛 那時候很多人會來做一些龍鼻 50歲以後是走下巴的這個運氣 是喔 有這種事 下巴運就會改嗎 其實運氣這種是跟自己的自信 比較有關係 可是我真的有看過客人 就是打完鼻子走 男生哀哀的 沒什麼自信 然後打完鼻子很挺 出去好像旁邊我放鴿子 然後風吹過來 會不會 他是魔術師 對 有自信運氣就會來了 真的 那我覺得像比如說下巴 妳有加一點嗎 沒有 我沒有加 我這邊全部都是自己的 對 我做的是 韓國的三合一小骨術 三合一 好像味噌湯 把比較U字型的臉 改成比較V字型 把他的骨頭自己排列組合 對 可是沒有用到聚養 但妳天氣變天妳會痠痛嗎 不會 但我知道的是 我這邊下巴兩個位置 好像有兩個骨釘 骨釘是為了要固定 就是燒過之後的骨頭 對 所以我記得 我為什麼會知道我有 是因為我去拔牙的時候 照那個下巴的X光 然後就看到這邊有兩個骨釘 骨釘是什麼 是金屬嗎 金屬 那妳今天就飛機 那妳走過那個飛機會B 對 她不是會BB這樣嗎 其實我也以為會 結果不會 不會 真的喔 骨釘非常非常的小 等一下 像現在 不是說大家都是用 像照片 就臉 因為以後我們的PAT 有臉辨識度對不對 這樣 是妳的臉 妳的PAT就出現了對不對 妳突然就削了骨 它就應該打不開了吧 對 因為干擾了有金屬 是不是 針對這件事情我來講一下 就是那個華航 他們要做那個臉部辨識之前 他們就已經先邀請我去做過了 對 我可以PASCO 真的嗎 對 就是在她宣導期的時候 他們就先邀請我了 有 我已經通過了 對 我通過了我就真的PASCO 可是我沒有化妝的時候 她認不出我 原來化妝比整型還厲害 所以化妝比整型還厲害嗎 整型PASCO 對啊 化妝PASCO 不是 因為化妝妳眼睛很濃 不是 現在有很多人 比如說這一張照片是這樣 妳進海關對不對 然後呢 妳要出海關的時候 妳就眼片也戴上了 睫毛也戴上了 整個這樣子這樣子 我就不信妳通得過 那海關 真的有耶 是不是 海關就這樣 妳還擺個化妝 她說沒化妝王 還有整型喔 我想盡量應該知道就是說 整型其實是一種心理的建設 對不對 是心理的建設 但是很多女孩子 她的愛人有問題的時候 她就會去整型 她總覺得婚姻出問題的時候 也是去整型 但整型整型以後會上癮 會嗎 會上癮 那你怎麼辦 碰了這樣的病人 其實我覺得 這個很多人都是因為 老公有第三者 或者是老公對他比較疏遠了以後 來整型 那其實多半 那小禎怎麼辦 小禎也是因為這樣子 才叫我要 其實多半的案例在整型之後 這個夫妻的感情 還是不會有進步的 因為多半都是自己的 個性的問題 或者是觀念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奉勸很多人 不要因為這樣整型 真的 真的 因為這個 你這樣生意會少很多人 因為這個第三者整得更厲害 你永遠追不上她 好悲傷 你一直好悲傷 第三者可能更有錢 好不立志的一段話 好不立志 真是 你看過那種整型上癮者對不對 其實整型上癮者是指說 同一個部位 他一直重複的整型 比較偏向於整型上癮者 就是說 比如說眼睛 眼睛開完 他一直要去開對不對 對 其實可以了 他要一直開 這個叫上癮 有的人像他這樣子 其實不是上癮 他做了眼睛覺得 鼻子應該做一下 好不同部位的 這個其實是合理的 是想要讓自己更好 他已經腰瘦成這樣 不算是 如果他的腰這樣 他還想要變細 對 但是如果說 沒有在要細吧 還好 我覺得很滿意 這樣還不滿意 很可怕 我很滿意 妳現在全身上 妳都覺得滿意了吧 我覺得還OK 就是鼻子有點歪 我想去調一下 不會啦 等一下 那問一下 我們問一下專業的 妳覺得他鼻子有點歪嗎 他鼻子 其實多半的人 鼻子 本來就不正 對 就有點不正 但是一旦整形了以後 等一下 妳真的是有點歪 有點歪 可是每個人都有點歪 這是為什麼呢 我記得我天生好像就歪 所以妳整的時候就這樣嗎 我整的時候就是天生 就有點歪 整的時候 妳為什麼不知道 他整的時候 把它弄過來一點呢 韓文不好對不對